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形部分第三圈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从下一圈开始呢 就相当于是这个帽檐部分的第一圈了 我们再勾呢 是螺旋勾的一个方法 我们直接在第一个正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锁好标记 那么帽檐部分的第一圈呢 我们是按照隔开三针 加一针的方式 去把这一整圈勾好就可以了 勾好一针了 然后呢再勾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隔开这三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 那么这个加针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到过的 就是在这一个正眼里面 同时勾出来两个短针 隔开三针加上一针 接下来继续按照这个方法去勾就可以了 隔开三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接下来勾上一个加针 好第二次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帽檐部分的第一圈全部勾好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帽檐部分第一圈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那么第二圈不加针不减针 还是勾原有的帧数 但是呢我们需要勾上长短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正眼里面 正常的勾上一个短针 同时呢做好标记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个短针我们不在正眼里面穿针了 我们在它下面的一行的位置穿针 在正眼下面的这一行的这个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长短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进去 在针眼下面一行的位置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勾上一个长短针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第三针在针眼里面正常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第四针呢我们是在这个针眼下面的 这一行的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长短针 你就和那个针眼对应就可以了 上下对应勾上一个长短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帽眼部分的这个第二圈 这一整圈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就是按照一个正常的短针 然后呢一个长短针 这样的一个方法 交替去勾 针数呢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原有的针数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二圈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二圈这一整圈勾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那么第三圈还是不加针不减针 我们还是需要勾长短针 但是呢我们需要错位一下 就是说在短针对应的地方呢 勾长短针 长短针对应的地方呢勾短针 我们第一针是勾的正常的短针 所以呢我们给它交错一下 勾成长短针 在它下方这个地方穿针 勾上一个长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长短针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正常的短针 就这样交替一下就可以了 短针对应勾长短针 长短针呢对应勾短针就可以了 第三针是短针 勾上一个长短针 然后第四针勾上一个短针 就是把这个短针和长短针 这个位置上下给它交错开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 这一整圈这样来勾 然后第四圈在勾的时候呢 也需要和第三圈给它上下交错开 就是说呢 每两圈上下都需要把这长短针给交错开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 不加针不减针 一直勾到第八圈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连续勾好八行的不加针不减针 中间呢需要把这个短针和长短针 上下交错开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一直勾到第八圈勾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个短针和长短针的花形 勾了八圈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花形非常好看的 它是和那个短针花形是有区别的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呢 是勾了八圈 大家可以数一下的哈 不加针不减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勾了八圈 那么这八圈呢 每两圈这个短针和长短针 上下都是交错开的 就形成我们现在这个花形 如果姐妹们想勾这个小毛眼的话呢 下一圈就可以直接勾一圈的引八针 结束就可以了 如果想勾大毛眼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进行加针 那么我们今天呢需要勾一个大毛眼的 所以呢我们在第九圈的时候呢 继续保持加针 再加针呢不能加那么多了 我们基本上是隔开十针 加三针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往下面勾 那么再勾是第九圈 第九圈我们再勾的时候呢 同样的是需要把这个长针和长短针 上下交错开 大家看一下 第一针是一个长短针 所以呢我们勾上一个短针 这样交错开 然后第二针呢是一个长短针 第三针短针 第四针长短针 第五针短针 第六针长短针 第七针短针 第八针长短针 第九针短针 第十针长短针 那么隔开这十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加针 第十一针呢我们需要勾成短针了 我们在这个长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第十一针 这个针眼下面一行的位置 再给它对应勾上一个长短针 在针眼下方的这个位置穿针 再对应勾上一个长短针 大家看一下 再对应勾上一个长短针 那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还在刚才 这个第十一针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再给它勾上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呢 这一针里面同时出来了三针 这个地方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先勾了一个短针 然后勾了一个长短针 然后呢又勾了一个短针 等于是加了两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一个针眼里面 就正常地勾长短针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继续隔开十针 把针法交错开 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它隔开了十针 可以数一下 隔开十针之后呢 我们继续在下面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给勾长短针了 所以先勾上一个长短针 接下来呢 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还在这个地方穿针 再勾上一个长短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和下面顺畅过去 对不对 没有打乱我们这个错针的顺序 这一针呢 还是正常地勾上一个正常的短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一个针眼里面 同时勾出来三针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打乱我们这个 交错的这个顺序 就是说能够正常地 给它顺承下去就可以了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第九圈这一整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第九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还是不加针不减针 再勾好六圈就可以了 同样的需要把这个 短针和长短针上下交错开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九圈勾好 勾好之后呢 再不加针不减针 勾上六圈 然后呢 把这个短针和长短针 上下交错开 花香呢 不能被打乱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第九圈 隔十针 加一次针 加好之后呢 接下来又不加针 不减针 勾好了六圈 那么 勾好这六圈之后呢 我们这个帽眼部分 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继续勾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呢 我们就是勾上 一整圈的这个 引拔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帽眼部分就这样完成了 引拔针的话非常简单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的到后面线圈 这就是引拔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这样带过来 第三针 带过来 第四针 带过来 就按这个方法 勾上一整圈的引拔针 大家可以把第一针 做好标记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一整圈的引拔针 就这样勾好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把线拉长 留一个线尾 直接剪断 就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引拔针针眼 我们给它跳过去 从第二个针眼的位置穿针 从第二个引拔针针眼的位置穿针 然后呢 找到最后的一个引拔针针眼 调到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线圈 这样一同穿过来 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这样就连接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线尾呢 在帽子那一侧给它藏一藏 把这线尾给它藏好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然后用打火机给它烧一下 固定在这个地方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款非常漂亮的帽子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教程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妹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教程 再见